像豆奶咖啡 嗨 大家好 我是芬姐 前几天我们去南投旅游 住在这个三玉健康中心 找蔬食的这对年轻人我非常喜欢 觉得他们很有生活理念 这次我们跟随找蔬食的脚步 来到三玉健康中心 这里有学校 大草原 教堂 美丽的风景 游泳池 健身房 全蔬食饮食等 让身心灵得到极致的放松 那早餐呢 喝了一种饮料 就是无咖啡饮的咖啡 让我非常惊艳 好好喝哦 可是呢 我问了一下店员 他是怎么做的 他说其实完全没有咖啡的成分 一点咖啡都没有 卖茶跟绝名籽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立刻呢买了一包试试看 真的只要加一点点豆奶 非常像咖啡拿铁 那我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哦 好 那他的包装呢长这个样子 麦茶300克 绝名籽100克 加2500cc的水 好 那我们就开始咯 这个呢就是麦茶 倒出来就有一股就是麦茶的味道 那这一包呢是绝名籽 总共呢有100克的绝名籽 可以顾眼睛啦 那我现在呢先把它们拿开来洗一洗 麦茶没有咖啡因 小朋友也可以喝 它能促进血液循环 消水肿 降胆固醇 零咖啡因更能安神 也是日本近年流行的瘦身饮料哦 100克的绝名籽 绝名籽清干又明目 泡成茶能降血压 预防清光炎哦 好 刚刚是冷水啦 好 我现在把它煮 煮滚 煮滚以后呢小火10分钟 香喷喷 麦香绝名籽茶 焖一个小时 焖完一小时之后呢 我现在要过滤 用水壶煮的好处就是 渣渣会在水壶里 这个比例非常浓 一般市面上的配方都比较淡 如果你要像咖啡的口感 浓度就要提高 盖上盖子 它其实就除了麦茶香之外 我觉得有一股咖啡的味道 这跟我在那个早餐的时候 喝的差不多 茶壶内的麦香绝名茶 可以再加水煮 味道变淡可以拿来当茶水喝 苦苦的就像咖啡 然后呢我再倒一点豆浆 很像豆奶咖啡 好好喝哦 早上喝这样一杯 我觉得可以不用喝咖啡了 而且呢非常健康 没有咖啡因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